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网友一边吐槽尤斐烂 一边忍不住贡献播放量 有赵丽颖王一博两位顶流加持的剧 热度又会差到哪里去呢 但是偏见追剧难免会对赵丽颖王一博演技不公平 看看尤斐在国外的关注度 没有防暴 也没有恶意的贺平 更没有有色眼镜 尤斐收视率冲到了国外第一 国外最高纪录是可以达到一天破两亿的 国内日均最高播放量达到了1.7亿 这难道还不够大爆剧的门槛吗 都在吐槽尤斐魔改 配音不贴脸不如原著 可实际上剧粉甚至是写信鼓励尤斐的配音演员 就连一项独熟的余政都夸赞了王一博的演技好 至少在他这个年龄有这样的演技已然很不错了 反正是因为拦忘了接触看王一博的 可是尤斐中线云反差的性格斗雀蒙怂的一面 更是令人眼前一亮 有了陈其林的爆火 却从未拘泥于一种人设 王一博对于表演还是有野心的 播出尚未过半 尤斐破十亿的播放量 就是对赵丽颖王一博演技最好的认可 看得出王一博拍摄尤斐是开心而又放松的 一般拍戏的现场男女主演压根就不敢互动过多 生怕一个小动作就成了营销号的年度狗血大戏 或许是赵丽颖已婚吧 让王一博不用刻意避嫌 又或许是俩人真的储成了哥们 俩人在片场格外的亲密自然 合照的时候王一博很自然的就把手放在赵丽颖的肩上 这不就是好哥俩吗 主顾一下王一博和别的女明星合作时候的画面 即使是舞蹈动作 王一博也不会触碰到女生绅士手的典范 可是到了尤斐呢 王一博的绅士手已经不复存在了 虽然戏内阿斐谢远CP感极强 可是戏外呢 王一博赵丽颖就像是姐弟脸 精英班长现场 赵丽颖会帮一博弟弟介绍前辈认识 录制综艺节目 王一博也会格外的照顾赵丽颖 这大概就是尤斐记载下来的友谊 都是真诚不圆滑的人 王一博赵丽颖其实性格很像 也难怪他们会在片场无所顾忌 就像是姐弟俩 说会有匪吧 真的有这么差吗 传统的武林群像戏不会有让人想要跳过快进倍速的冲动 而周匪现远直白的感情线让人又上头又感动 十岁的年龄差 戏内毫无体现 赵丽颖抗拒女王的名头真不是白来的 周匪的天不怕地不怕 少女的天真直率 正义善良 拿捏得很到位 看播时候很多人吐槽 赵丽颖台词太稚嫩了 可这不就更符合少女周匪的男孩子气吗 看久了就会发现友匪的配音其实是加分项呢 而王一博更是充满了惊喜 或许很多粉丝还沉浸在陈前令中难以自拔 但友匪信远的少年感活颇猛怂 太有灵气了 他对感情戏更是把握得极其细腻 眼睛里边藏不住的喜欢 每次插和打魂 背后都是对阿匪的爱意 王一博确实引活了谢云 被周匪揍的时候呢 谢云会装作很疼的样子都太开心 撒娇求周匪带他离开的时候呢 谢云的手部细节都是小心机 爱出车的抠周匪的手臂撒娇 这不仅搓中了拽解周匪的心 观众呢也看得很上头 周匪受伤的时候呢 谢云会下意识的来回的去抠阿匪的手 这一幕活脱脱就像是老父亲对女儿的爱啊 从小被大当家放养长大的周匪 大概只有谢云会把他当成小女孩来宠吧 毕竟周匪的第一次穿裙子就是谢云给他买的 甚至还顺手给他扎了个头发 这么细心的男主哪里找呢 再加上拍戏的时候手上一个又一个的小细节 王一博真的用心了 就像是弹幕对王一博的评价 原来喜欢真的是可以演出来的 戏外的他和赵丽颖就是相处融洽关系好的姐弟 而戏内的他们就是雷打不动的小甜蜜CP 丝毫不会让人出信 既有CP感 戏外又不会让观众有想要组CP的冲动 王一博 赵丽颖这一波合作不亏啊 虽然尤斐拍摄的时候经历了波折 从两家粉丝相看两眼到剧本魔改传闻 各种的负面消息不断 可是最终呈现出来的尤斐并未让人失望 丝滑的剧情 豪卫坍塌的人设 尤斐真的有那么差吗 演技 剧情 俱佳 实意的播放量是观众实打实的认可 虽然某半评分甚至不及格 可是尤斐在国外的口碑那可是极佳的 说话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纷娱乐小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